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7号表示 俄军进攻巴赫木特行动仍在继续 控制该城将帮助俄军深入乌军防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乌军将继续防守并增援巴赫木特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在俄武装部队高层电话会议上表示 巴赫木特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 重要防御枢纽 攻占并控制该市将帮助俄军 向乌军防御纵深 开展进一步的进攻行动 巴赫木特位于顿涅茨克乌方控制区 是保障顿巴斯地区乌军供给的 重要交通枢纽 为争夺该地 俄乌已交战数月之久 邵伊古称 作为美国以武力击败俄罗斯战略的一部分 西方国家正在增加 对乌武器和军事装备供应 扩大对乌军人员的培训计划 他指出 北约成员国的支持 并未让乌方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相反 乌军人员的损失大幅增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 乌克兰将继续防守并增援巴赫木特 泽连斯基说 当天召开了相关会议 商讨进一步防守巴赫木特的议题 参会的两位将军表示 不要在巴赫木特地区撤军 并且要增援 该意见得到了参谋部门的一致支持 他已指示寻找合适的部队去增援 7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瓦什加克说 预计本周内将向乌克兰运送10辆德制鲍尔坦克 波兰此前同意将14辆鲍尔坦克移交给乌方 其中4辆已经运抵乌克兰 俄方此前曾表示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坦克 会将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推向新高度 另据乌克兰媒体7号报道称 首批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已运抵乌克兰 中文字幕提供